本來港吉利的確失禮是失禮的 他很多時候仍在做一些傳統發動機的汽車 因為其實未來方面來說都轉了用做電動車 不過如果從樂觀的角度又有另一個看法 因為其實昨天出了一段新聞 這段新聞出之前我其實之前已經提醒大家了 就是說什麼呢 現在的造車成本越來越貴 分分鐘是做一台試一台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看到那些商品價格全部都升了 一部車大概現在是兩噸重 尤其是電動汽車特別重 你想一下其實是斷稱計的話 其實如果那些商品價格一直上升的話 他們其實那個成本方面未必可以回復 所以這是另一件事 第二件事方面來說 因為現在做電動車 電動車是特別多芯片的 其實等於好像電話那樣 我們的芯片方面特別影響大 因為他們要做一些power management 變相地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如果全世界的芯片方面 是用奶器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材料 其實當中烏克蘭佔了超過50% 變成沒有了烏克蘭那份 其實大家想一下 未來的芯片方面來講 的生產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那第三方面來講 就是講一些鋁 其實鋁鹽方面的升幅 近兩三個月升了十倍那樣多 那其實講本來講 這幾樣東西全部都不適合電動車 所以其實昨天那段新聞來講 我之前已經提醒大家 這幾樣材料方面來講 全部都升價了 其實都對他們的營運方面來講 比較困難 那所以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講 如果做得少電動車 那到底是壞事還是好事呢 其實這個很耐人的尋味 但是整體方面來講 它的沒有什麼尋 現在其實的確是在向下 和比較弱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 本身來講 你如果看回它的技術手勢的圖表 其實如果你把那條十天線下去 它很之前 三月前 就連那條十天線都可以欺負它的 每次去到那條十天線 就被人壓下來 每次去到那條十天線 就被人壓下來 那你想一下 其實我剛才講到那些弱勢股 都50天線 但是這些其實講的是十天線 所以變成藥中之藥 但是藥中之藥 有一件事叫做匹極泰內 那什麼叫匹極泰內 那什麼叫匹極泰內 那吉利方面來講 有一個特殊方程式的 那其實什麼叫特殊方程式呢 那幾年前 大家在擔心一下 到底會不會穿十元 那幾次 其實在十元樹敲門 它肯定是不穿就不穿 那大家當時就一直在市場上 有一個傳言 就說的是大股東 會不會在十元裡面 做了一些東西呢 你舒服 那其實當時市場預期 就傳出來說 你舒服在十元方面 做了一些衍生工具方面 那些對沖 那樣如果穿了十元的話 那其實那樣就要影響比較大一點 那樣的而且 那十元真的沒有穿的 實際上是很銅材鐵壁 這樣頂得行 而那樣今年三月份 就是上個月方面 又是十元 那也是十元 那又是十元 又是頂得住 那未來方面來講 結果是什麼呢 如果吉利方面呢 值得放在大家的投資 那個的觀察表 觀察名單裏面 如果真的稍後吉利的時間 就是跟著大股回調 那樣 例如去到十元五毫那些位置 我覺得其實有一定的席博率 只要大家設定一個指示 例如說 可能十元八毫 十元七毫 視乎個人的風險承受程度而定 那其實就是本身 剛剛在三月這一轉 就由十元就炒到上去十三元左右 這些位置 那而前兩年前 那個就更誇張一些 在十元炒到十五元那個位置 那變成大家可以找一趟水 其實就是 踏得成信封車 如果大股東方面 我真的在那些位置做事 通常是迫的話 那你其實那樣炒到 如果去到十三元的話 那也有兩三成的回報 那其實也挺好的 所以變成大家投資者方面 可以考慮一下 不需要特別看得太淡 但是說的 短期的走勢方面 我覺得也確實是向下的 如果買了的朋友又怎麼辦呢 那現在十一個六 又不是特別多的 我覺得可以減一些 提升了十個巴仙再買 其實在說的 我覺得又不需要全部走掉 因為其實始終都是那句 十元工房墊 那說一句 希望就不是血肉長盛 其實但是說的 有大股東的加持 或者說的吸力方面來講 你只需要訂回9.8元做止蝕 其實那天不失手便可以 就能夠搞定